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是我身具幽影 我不就成了罗侯眷族了吗 你在胡思乱想什么 这应该是那日在禁地 你与黑衣人夺克盘时出了差错 真是这样吗 诶 那个谁 幻花剑派是个什么来头啊 没什么来头 硬要说有什么应当也是那夜掌门有些神秘 这人呢 原本没人听过名 也不在北蜀活动 那岂不是说 这人要么很有来头 要么干脆就是掉进山洞里捡了本秘籍 出来就练就绝世神功了 总不会真是无名之辈吧 是怎么回事 那掌门来历却有些神秘 据说和朝廷其实有些关系 和朝廷 怎么说 这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听说过罢了 阿良 找到克盘我们就回十轮宫去 不动尊者届时应当也回来了 啊 找齐就回去 怎么 你不愿意 这个这个 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哼 娃花世界 多新鲜 谁都喜欢啦 是不是 玉池哥 没有的事儿 大雪山外就这么吸引人吗 这个 一般般啦 反正这次回去我绝对不休十轮仪轨了 玉池哥 你不想回十轮宫啊 哪有 你这小不点别乱说啊 不不不 依依才没胡说 你以前一直待在大雪山上 那岂不是很无趣 无趣倒也不至于 就是有个脏老头子整天叫我修物件 这事情就说来话长了 就是 就是修那什么传说中的十轮仪轨 是啊 坏了百来年的东西了 就指着我帆帆书修好 怎么可能 现在想起来 却又觉得他 诶 但我觉得他是故意的 他就是不想让我离开 啊 为什么 这也太奇怪了吧 难道有什么特殊原因 这我也不知道 似乎是个没头没尾的视线 遇见我这会儿还得继续干苦力找东西 视线啊 难道那会儿他就知道 得留着你来找刻盘 带你们走的可是这代的神雀公斋女 这人遮遮掩掩掩 故弄玄虚 还是天玄门的 不是好人 该来到底是什么意图 有空得打探打探 殷公子 你认识翟女 哈哈 我当然知道乌山神雀公 于姑娘与翟女熟悉吗 有个一面之缘 这样啊 那你们和玄冥教有过节 这 小赵姑娘 你不是十轮公的人吧 你问这个干嘛 打探来打探去 还说是什么名门正派 姑娘 我们见过 婴儿 翠儿 还是红儿 不对啊 我肯定没见过他 眼珠子转这么快 肯定没想好事 你到底想问什么 小赵姑娘 我就是想问问 你们找那什么刻盘有什么用啊 有你什么事 又没叫你找 你算了 算了 我不问了成吗 真是 你是不是 你却是少了 身ани数 又楼空 你~~ 弊手 就来瞧瞧 瞧瞧就走了 可没打算帮你 那就摸在那里摆 那里有死资源 死怪会圆云不断地被造出来 趁他还没有造出更多的死怪 你们还走得头 高快点走 副汤导刃 哎呀 这孩竟有七型邻军 这东西有风之灵 踩上去就能再次行动 快快协助师傅 饶过那些死怪 偷袭了死之远邪 不能这样讲 因为主角他们是可以 用行外伤破 去把 把他的那个卡片的等级上升的 他们可以把属性提升 是不同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如我所料 他们升级之后呢 是可以提升那个属性 还要变成左卡 极卡跟绝卡 我记得是这样子的 还没记错的话 有人登录不了吗 哎 我还没有调性过 10轮偿命 剪下卡不行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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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我所料 啊 真的有咒出石怪了 干啥子金爪爪的哦 都说了死之远不好对付的嘛 要先突破封锁 尽到那个东西的身 将它结果烙 才有获胜的可能的嘛 解决了 解决了 放解决了 什么 还没有 石之园居然能不断照石怪 哎 这种邪妇也不晓得是哪个来的 听说还能吸取啥子鬼影邪之气 将被死化了的侯妇吸入体内再吐出来 有话好好说成吧 别往恶心里说呀 阿良 其实他说的也无错 师尊曾说 幽莹化石 石之园其实就是幽莹聚集诞生 此后一旦成于天地间 便不得清除 这才说是天灾 天长日久 乃至能生出煞来 凶险异常 九阴回来了 九阴发现了石之园的 小姑娘 我以为让你离开幽界 是去找法阵的秘密的 嗯 主上 那些法阵是上古之物 九阴未找到起源 但九阴发现石之园需地脉灵气才能凝出 需地脉灵气吗 有意思 三年法阵之变 或许还真的和石这幽莹化物有些关系啊 小姑娘 你研究的秘法 这回派上用场了 嗯 主上 但秘法也需地脉灵气啊 九阴只能找有石之园的地方尝试炼制 一路寻到成都府 哼 要找地脉也不是什么难事 绍兴二十七年有人曾绘制地脉图 将其引于名为九州山河图谱 其后分成多眷 其一名山河志 就被收在了 大洒关 诶 这是分岔路口耶 这 看地图不在我们主要路线上 最好还是别往这些区域走得好 诶 去看看呗 想来九州大陆的秘密不少 说不准还能给我们帮助呢 诶 这边没有语音哦 我们快去救人 诶 这些还是没有语音啊 ok 好 这些还是得要我配的 终于 派上我有 终于我有用了 保护他是吧 嗯 幻影剑柄 愿尽棉博之力 这样 得救了 幸亏你们来了 否则我怕 也是要布师兄的后辰 你的伤势严重 还是现在此处挑戏 其他的 就交给我们吧 这里进化众多 主动出几方是难以取胜 不过 此处地形狭窄 以守为攻 翻回上车 玉子兄 愚姑娘 此处巧口 就交给我来守吧 不然觉得 好像很久没配音了哦 哈哈 有点不太习惯 好啦 反正等瑕疵到出新的剧情就会继续配了 想知道剧情很多 这些幻花剑派的人 怎么会在这里 难道是追杀我们的 怕自己试探一二 今天葛真贤 都为了各位相救 原来是幻花剑派的门向高徒啊 早知如此 爷爷我何来苦战啊 非错过来 你 硬骨鞋 你这话什么意思 完了你赖我私门 我们可知道好吃好喝的招待你 怎么了 你都问求我来的 你们门派 哎 闭嘴啦 那我可不好死啊这人 这门的明明显不知道我们一趟是门纠葛 你这好多人还提醒人家 等人最上呢 这是 喂喂 小舌姑娘 这简能伸手也有可没 各位 不用理他 他今天是蓝色的蘑菇 向着产生了幻觉 少侠 你们为何要往这方向去 我记得幻花剑派不在此处 啊 你们想有所不知 这后头据说我发现异宝不知是何物 我们这次去查探的 这样啊 我们上海还有 事在身 就不多打扰了 那呢 后会有期了 你叫 我叫 走了走了 这位兄弟 我们再会再会 老师之音 玉璽 给我说说祭魂转世呗 怎么忽然想到问这个了 你先回答我 石轮公的尊者和神雀公是不是都是祭魂转世 神雀公虽然有祭魂转世之法 却不一定和石轮公相同 不过斋女确实是祭魂转世之人 那祭魂转世之人会有什么不同啊 所谓祭魂转世 简而言之 便是今世勾连前世 勾连前世 所以前世的祭魂转世的记忽也会在吗 这才是祭魂 书中如实在到 肉身可灭 魂在则不死 哦 原来如此 对了 还没正式介绍呢 我名为正 字无邪 诸位换我无邪就好 喵 无邪 你这字是自己取的吧 这 这都被你猜到了 姑娘可真是神机妙算 谁要算呢 这个字取的可装刻邪碎似的 谁家给自己孩子这么取字啊 诶 你叫这名字 你家该不会是 正是 我天学门乃师 八分节目的吧 斩妖除魔的 你们问啥子哟 听不听 你说的是啥子叫 有个老军官 不穷姻缘 女娃娘娘妙都有个 那个可以 我问的是玄明教 那个那个店家没事了 我不问你了 你别吼啦 嘿嘿 花儿不用血 不用血 你且听我跟你摆呀 哎呀 这玄明教在这活动 大宋官府都不管的吗 半点行动没有 连想顺藤摸花 都找不着藤 官府 他们就是想管 那也得先摸得着人呢 况且有句话叫 这一道山高皇帝远 此处去临安 千山万水 真真是无人管 哦 这边 你们快跟一一来呀 一一找到玄明教的踪迹啦 看来 还是小不点能干啊 哎 哎 你们等等我 这丫头是故意来拆台的吧 到底和我有什么仇什么怨呢 一路上什么事都非抢先我一步 找个玄明教也还比我快一步 哇 我都不知道成都府外 居然有这等灵气充盈地方 玄明教到底什么来路 竟然能找到这等宝地 哎 小不点 你不是说玄明教在这 人呢 怎么不见人呢 闭嘴 啊 玄明教的人来了 我们这就去 那边 参从渔府开国之处 古蜀国遗迹所在 名不虚传 果然灵气浓郁 没错 可算没白费功夫 一寸寸的探过来 就选此处了 没错 三队开始 遵命 成功了 没错 十 十 十之园 说好了这东西是天灾 是自然凝聚起来的呢 玄明教的人竟然能用术法造出十之园 走 得去结果了这妖邪之物 否则成都府怕是危险 成都府内人口稠密 你们在此行要挟之术 心思着实歹多 看来又要杀人了 没错 他们人手众多 又有着十之园相助 此战怕是凶险 我们 有我在 你只管放心好了 有我在 你只管放心好了 好像是因 没错 阿良 他们炼制出十之园 想必有别的用处 那两个发号适令的人 想必会拼死保护这妖物 知道了 你就是总也太小心 不管如何 我们还是得按此前的战术来 先结果这十之园 等等 先不急 我们先观察一番 红色的区域就是危险区域 进入这片区域 就有可能遭到敌人攻击 行动了行动了 我们配合作战 肯定万无一失 绝对得胜 来 不管你们打算 用十之园做什么坏事 都做不成喽 果然 方才听见声音就觉得熟悉 果然是你啊 瞻云争 不 我叫玄左 玄左 那你为何转过头去 看着我说 瞻云争 龙南之地战时将起 白马将毙 金兵入关 什么意思 告辞 等等 跑得可真快 龙南之地战时将起 白马将毙 金兵入关 这打的是什么亚迷啊 方才那人看来是英公子的故人 确是故人 四象门瞻云争 我正是在追查他的下落的时候 发现的玄冥教 这样啊 想来世事无常 分明是故人 方才却兵戈相向 是啊 当年我们还曾 不提了不提了 若他真的是入了玄冥教 我倒也就 但他为何要和我说刚才那句话 哎呀 你们倒是别打雅迷啊 什么白马将毙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暗示啊 那小赵你想知道吗 没有呀 哈哈 小赵姑娘 看样子啊 我们得就此别过了 我得去趟隆南大撒官 英公子倒也不急作别 玄冥教既然有着意图 说不得 我们三人也得去隆南走一趟 古怪啊 玄冥教要克盘就要克盘 怎么没事又打起 宋帝关爱的主意来了 莫非克盘掉隆南了 至少我们知道 地脉节点应当就在附近了 没错 但 主上为什么要我们替祭首炼制石之园呢 哎 这从酒馆出来的两个人 是祭首九英的手下 看来 最近九英来冥界 尝试炼制石之园的传闻 是真的 白首 小的在 圣女大人有何吩咐 白首 幽先生是不是已经发现了 抽取地脉灵器的上古法阵上 若凝聚起石 就能勾连起幽界与双十将冥之所 能让他也离开幽界 这 主上如何想 小的也不知道 小的 是从未听主上提起过这类的事情 从未听过 罢了 现在我算知道 为什么玄冥教中人 会和那些朝廷中的人勾结了 看来 尤先生对我 还真是不放心呢 圣女的意思是 哼 你跟上刚才那两个人 若他们在找那些 不知来历的上古法阵 意图在那些法阵上 凝出石之园 那就格杀勿论 小的遵命 尤先生 你真的以为 只要通过朝中密新 找到地脉 再顺势找到法阵 你就能离开幽界了吗 冥界 到底有什么好 竟让你如此眷恋 依依 你方才在山道上又捡了什么 雨姐姐说这个吗 依依也不知道 这应该是精炼玄铁 哦 我听说过 都是可以用来增强疾身的 这应该是能净化你的疾身 那就归依依啦 哇 依依依的急身果然被强化了 这下依依就能更好地保护你们啦 雨智哥快看 那个头上长脚的 发光了 小声点 我看见他眼珠子在转 我们小心点靠近去看看怎么回事 别被他发现了 愚蠢的少年呐 以为这样猫着腰像个盗墓贼一样靠近本大爷 就不会被发现了吗 本大爷才是你们命运的主导者 千万注意这一点 你们往后会在很多地方见到我的 让我来瞧瞧你们身上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碎骨之初 你们竟然有这种铜钱 想必你们一定是康平斯的好朋友了 把这个给我 给我我想要的东西 我就会给你们一点甜头 怎么样 要不要来做个交易呢 只要给我铜钱就能得到奖励哟 不试试吗 我的小朋友们 这 居然真是活的 还像个江湖骗子 依依倒是觉得他长得挺憨厚的 万一真图宝藏呢 也是 要么我们等会再来瞧瞧吧 阿凉 不动尊者吩咐我教你明清心法 你该秦家领悟才是 诶 于希 我记得 不是说这心法不外传的吗 怎么突然就教我了 不动尊者吩咐了的 你管这么多 怎么好端端就生气了 真是 还是别惹他为妙 于希 玄冥叫的人打大撒关的主意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刻盘 还是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不是刻盘也与刻盘脱不了干系 从这去大撒关 鸡牛道绕远 还是借到重庆府 走米仓道最快 怎么了小不定 有事情一一想不通啊 那玄冥叫不是找 找东西吗 怎么好端端的又炼制什么邪术了 你们想想啊 玄冥叫既是找东西 那费心炼制时还意图大撒关 殷在旁边还是不要提刻盘比较好 小政 听你这么问 想说已有了猜测 喵 依依要是知道 那依依就不问了 喵 殷公子 依依所问之人也不是你 何必如此说话 抱歉抱歉 殷某习惯了听人言外之意 冒犯之处还望海寒 海旺海寒 这只鹰 城府颇深啊 我总觉得玄冥叫的主子不止一个 那黑衣人是其一 但其实玄冥叫内华氏人还有别人 诶 倒像是怎么回事 这三年我查探玄冥叫活动 确实也没听说他们在找东西啊 果然他们也觉得这事情古怪啊 我猜对了 这一下应该能被刮目相看了吧 鸾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夸奖我的 鸾 鸾 我问你一件事情呗 你问 斋女和不动尊者都提了过往 往昔的人又成了被石轮之力召来的英灵 这有什么关联吗 据我所知 其实以往这世上不曾出现过石轮之力 啊 不曾有过石轮之力 那我这石轮之力又是什么 又是怎么回事 那个在石轮之力看见的叫夏侯怡的 不也突然就会了咒术 诶 这不是一回事好吗 我这是连着力量到底是怎么出现的都不知道啊 这个好笑 你说多么路上高发一点的乱扉 对于是不一样的 有什么需要用就是 对于是不一样的 感谢帮助